今天是4月5日 星期五 過完兒童節 亦是清明 很多話說完了 都是去年不爭氣 早先保佑 賺多一點 今年可以這樣 基本上我們找到今天市場是不好的 所以升的板塊十分之少 又是紫和林業多一點 升多一點 黃金最近多是OK的 其他的其實很細矮而已 沒什麼好夾 連這個跌0.15%的差點 都是屬於最大升幅之列 大家就知道今天這個升況有多慘烈 第一就是有個別的 因為這個中目國際升了7% 就升了200多個百分比 拉動了整個紙的行業出來 所以紙的行業其實是沒什麼太大表現的 再跟著就有這個所謂的中學企業方面之中 有些個別的美容 康免美容股那些就帶動了 升了100% 帶動了多少 其他的又是變得沒什麼表現的 所以又是等於沒什麼做的 黃金和那樣就不同了 真正正正有些升法 不過真正這個升得多的那些 就是些很細矮的東西 多一點連山東黃金也不是升很多的 好了 再期待我們看看 所謂的其他就是一些所謂其他的基金 這些東西 沒有升的 我們看看個別的個股表現 個股表現之中除了匯豐有升之外 尾團喵喵的升之外 有幫是反彈的 然後還有很多AMT 都是不行 看看旗幟 其他方面好像保利加通道中族一樣 很可憐 可能在這裏真的要拉一個很長的時間 上下而求索去找 我始終還是覺得後市到6月底左右 即是第二季尾 是應該上升到183個位 就這樣了 不需要多說了 今天有什麼可以推介一下 還有餐飲 怎麼正外介紹 也沒什麼用 餐飲 好 我看看今天有什麼推介 那就是 推介順而光能先 你能